今天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老鼠娶新娘 對 老鼠娶新娘 The Miles Bright 他是一個中國的傳統故事喔 他就是那個老鼠新娘 好漂亮喔 他戴著鳳冠俠批 這就是中國古代女生穿的那種新娘服 然後他坐著轎子 有人在幫他抬轎子 他要結婚 然後他要嫁給誰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吧 他叫老鼠娶新娘 有一首老鼠娶新娘的童謠 1月1年初1 1月2年初2 年初3早上床 今夜老鼠娶新娘 在台灣的習俗中 年初3是老鼠娶新娘的日子 你知道他的由來嗎 傳說從前在一個農莊的牆角下 有一個老鼠村 村長的女兒很漂亮 村裡的小伙子都想娶她做新娘耶 都想要把她帶回家喔 村長不曉得該把女兒 嫁給誰才好 你看這就是老鼠 這個牆角下就有一個老鼠村 你有沒有看到老鼠村在這裡喔 這就是那個時候的四合院的房子 他們寫永節同心 然後還有掛村聯喔 這是年初3了 老鼠要娶新娘了 他想來想去 決定在牆頭搭一個台子 讓女兒拋繡球 誰一接到繡球 就可以娶她做新娘喔 所以老鼠村長呢 搭了一個台子 老鼠在上面拋繡球了 到底誰會搶到那個繡球呢 拋繡球那天 村裡的老鼠們都來了 村長女兒 貓咪也來了 你看貓咪的影子 喵 村長女兒站在台上 把繡球一拋 突然喵一聲 衝出一隻大黑貓 老鼠們嚇得吱吱亂叫 嘰嘰嘰嘰嘰嘰嘰啊 不知道該往哪裡逃 大黑貓一爪打倒高台 村長女兒從半空中掉下來 幸好一個叫阿郎的小伙子 接住他 拉著他的手就跑 嗯 有人救了他喔 你看 在這裡 晚上 村長做了一個噩夢 喔是夢到誰 夢到貓咪來抓他了 他夢見大黑貓打爛村子 村長女兒被黑貓抓住 嚇得吱吱叫 村長嚇醒了 鑽進被窩 一邊發抖 一邊說 太可怕了 為了女兒的幸福 我一定要為他找一個比貓還強 全世界最強的女婿 所以誰是世界上最強的女婿呢 誰比貓還強 誰是世界上全世界最強的 村長想來想去 好煩惱啊 這時天漸漸亮了 陽光從破屋頂照進來 射在村長臉上 老鼠村長跳起來大叫 我知道了 太陽是全世界最強的 沒有太陽就沒有光明 萬物也不能生長 對 我要把女兒嫁給太陽 村長說完 急急忙忙 出門去找太陽 小老鼠阿狼看見村長一大早出門 悄悄的跟在他的後面 村長走好久 終於爬上山頂 他問太陽 你是全世界最強的嗎 太陽得意的放出全身的光和熱說 當然我是全世界最強的 世界上有誰能抵擋我的光和熱 村長插著頭上的汗說 我是老鼠村的村長 我要把女兒嫁給你 村長的話還沒說完 忽然一片烏雲飄來 遮住了太陽 是貓咪 像貓咪一樣的烏雲嗎 不是啊 他是烏雲的那個鬼怪 對不對 像怪獸一樣 村長看見烏雲遮住太陽 連忙大聲說 我是老鼠村的村長 我要把女兒嫁給全世界最強的 你是不是全世界第一強 烏雲笑著說 沒錯 我就是全世界第一強 因為只有我 才能遮住炎熱的陽光 烏雲的話還沒有說完 一陣風吹過來 把烏雲吹散了 烏雲吹 老鼠村長對風說 我在找全世界最強的 好把女兒嫁給他 你知不知道 誰是世界上最強的 風說 是全世界誰能比我強 我會吹 吹散烏雲 吹掉人們的帽子 也能把你吹回家 風鼓起嘴 烏雲吹出一陣強風 把村長吹得了半天高 吹得正高興 碰到一堵牆 砰 老鼠村長重重的撞在牆上 撞著頭昏眼花 老鼠村長疊在地上 一邊揉著屁股 對牆說 牆啊牆 你是不是全世界最強 我想把女兒嫁給你做新娘 牆挺著胸回答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是天下第一牆 牆正說著呢 忽然大叫一聲 哎呦 只見牆角破了一個洞 洞中鑽出小阿狼 阿狼就是那隻小老鼠喔 牆小聲的說 哎呦 我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鼠來打牆 老村長這才知道 原來老鼠雖小 也有別人比不上的本事呢 他高興地對阿狼說 我決定把女兒嫁給你 就在正月初三 村長女兒 坐著草鞋坐著花轎 吹吹打打 嫁給阿狼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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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好歡天喜氣的感覺喔 從此呢 年初三 老鼠娶新娘的傳說 便流傳下來 每到這天呢 孩子總愛唱著 小白菜 地裡黃 老鼠村 老村長 村長女兒 美叮當 翔找女婿比貓強 太陽最強嫁太陽 太陽不行嫁給雲 雲不行嫁給風 風不行嫁給風 強不行 想一想 還是嫁給老鼠狼 花對花柳對柳 雞嫁雞 狗嫁狗 本雞 本雞 本雞配掃帚 我的那個 嗯? 配 耍耍耍 耍耍 耍耍 好還有一小 這邊還有一小段喔 我們聽完喔 一月一年初一 一月二年初二 年初三 早上床 今夜老鼠 娶新娘 大小老鼠來幫忙 抬花轎 搬嫁妝 新郎新娘 早拜堂 你看他們在拜堂喔 要先拜他們的父母親喔 嗯 一拜堂 二拜堂 三拜堂 來 入洞房 喔 你看上面有一個喜字耶 這代表人家結婚 然後老鼠他們在請吃飯喔 有好多美味的食物喔 小小蜜要不要吃一口 這邊有花生 我要一顆 嗯嗯嗯嗯嗯嗯嗯 有 有玉米啊 你要不要玉米 好 這邊好多座喔 他好 應勤好多人 然後你看漂亮的老鼠新娘 這是玉米吧 漂亮的老鼠新娘在哪裡啊 他躲在裡面喔 女生不能出來 大家在喝喜酒的時候 新娘要留在房間裡面 為什麼 嗯 因為傳統的習俗是老鼠 那個新娘不能讓人家看到啊 要那個披上這個紅布啊 只有新郎可以看到他 要揭開紅布 這就是老鼠娶新娘的故事囉 李安